女大学生去山里自驾游却遭绑架 关在又脏又臭的小黑屋 他们拼命挣扎把手腕都磨烂了 绳子却越绑越紧 不久后他们的男伴也被绑进来扔在地上 紧接着单身50年的绑匪 对着三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好一顿发血 最后又对短发女孩伸出了魔掌 原本他们六位同学 准备自驾去凤凰山旅游 怎料走到半路突然撞到什么东西 吓得他们赶紧停车 等司机小帅下车查看后 发现吊在车上的是个沾血的稻草人 他认为应该是附近村民的恶作剧 于是又重新回到车上 准备接着赶路 起料车子竟死活打不着了 那这大晚上能有荒山野里呢 那怎么办啊 我刚才下车看到前面有个村子 看来咱们只能在村子里面接住一下了 其他人虽然很不情愿 但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好各自拿上自己的行李 把车锁好后就朝村里走去 但这个村子看起来太过荒凉 让几人心里都有些发毛 更让他们不安的是 刚走过村口的拱门 阿岩就注意到路旁的灌木丛上 挂着一件红色的内衣 但相信科学的小帅 认为应该是村里人的卫生习惯不好 随意将垃圾乱丢 之后便牵着女友小美的手 率先往村里走去 其他人也只能跟上 可等他们走进村里后 连人影也看不到一个 这让女孩们开始心慌 但阿浩认为 应该是村里人睡得早 他提议几人分头行动 去村民家里询问一下 看能否让他们借宿一晚 其他人也欣然同意 于是他们便分成三组 准备挨家安护敲门 阿浩很快就敲开了一个大妈的门 但人家连话都没说直接把门关上 他只好接着找下一家 而阿岩来到的这家大门没关 他就直接走了进去 发现屋里的灯开着 但他喊了半天没有人答应 他便壮着胆子走进堂屋 却只看到了一张供桌 就在他想仔细看清墙上的照片时 桌子突然晃动起来 阿岩吓得把腿跑出门去 与此同时阿浩又来到一户人家门口 这次开门的是个小男孩 同样也是不发一言就把门又关上 他只好接着去找下一家 但这回还没等他敲门 就被人一把拉进去 这户只有一位大姐在家 进门后他热情的过分 一直往阿浩身上贴 他得不停挣扎 才能摆脱大姐不断伸来的魔爪 得知阿浩他们在找住宿的地方时 大姐提了个过分的要求 如果阿浩能帮自己缓解寂寞 那么他们就可以免费住在他家 说完就紧紧抓住阿浩的双手 当即吓得他使劲挣脱对方 逃命似的跑出门去 恰好在一个转角遇见阿岩 惊魂未定的两人分享了各自的经历 发现这个村子确实很怪 也都没有找到可以借宿的地方 随后就回到村口跟大家集合 原来另外两组在村里转了一圈 也都遇见了诡异的事情 所以一早就被吓回来了 更别说找到住的地方 这下几个女孩都被吓破了他 吵着要赶紧离开这里 傻呀你 外面下那么大的雾怎么出得去啊 凑合在这住一晚得了 幸好他们来之前做好了准备 都带的有帐篷 于是他们决定在村西头的空地露营 其他人很快把帐篷搭好了 只有小尹和小雪没带 于是小帅便把自己的帐篷让给他们 他和女友小美去车上凑合一晚 瞬间几人都是我懂的眼神 目送两人离开 剩下的四人也回到了各自的帐篷 阿岩安顿好后放下手机正准备睡觉 却瞥见帐篷上出现一个 举着斧头的人影 他当即吓得不停呼叫阿浩 对方听到声音赶紧打开帐篷过来查看 却什么也没发现 但阿岩已经害怕的不敢独自睡了 于是贴心的阿浩便在一旁陪着他 阿岩这才放心的再次躺下 而另一个帐篷里的小尹和小雪 还在心有余悸地想着 之前看到的白色人影 死活不敢睡觉 两人相互依偎了许久 却还是没有安全感 于是又决定出去看看 他们就这样草率地再次走入了黑夜 阿浩看到阿岩睡着了 便拿起了他身边的杯子 想要出去弄点水喝 不曾想就这点动静阿岩立即醒了 两人就结伴一起出去 他们从杂草丛生的小路上穿过 阿岩不小心挽了下脚 幸好被阿浩及时扶住 两人对视一眼后气氛顿时微妙起来 双方都有些不知所措 于是阿浩便顺势表白 其实大雪姐你第一眼开始 我就爱上你了 但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向你表白 我 你不用说了 我都知道 就在两人情意正浓时 突然听到一旁草丛里有响声 两人赶紧回头查看 发现是刚才见过的一个小男孩 为了弄清小孩来这里的目的 两人随即便跟了上去 但没多远就跟丢了 不过阿浩不愿就此放弃 但两人继续追了没多久 静营面撞见一条大狼狗 吓得阿浩将手里的水杯扔出去 两人赶紧慌不择路地往回跑 想要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 怎料夏苗两人突然脚下一空 静掉进了一个大坑 因为坑底离地面太高 没办法爬出去 两人只能大声呼叫 希望有人听见能过来救人 与此同时小颖和小雪又回到露营地 却发现阿浩跟阿炎不见了 正要去找他们 一个大叔把阿炎的水杯送了回来 随即扭头就走 两人虽然疑惑大叔的身份 但心大的小颖还是拿过杯子就喝 恰好被赶回来的小帅一把夺过来 说要拿回去给小美喝 又被小颖抢回去喝了几口 这才尝出水的味道不太对 小帅得知是陌生大叔拿回来的 赶紧表示水不能再喝 当他知道阿炎和阿浩不见时 让小颖两人留下 他急忙独自出去寻找 幸好没多久便听到了阿炎的呼喊 顺利将他们救了出来 而小颖两人则去车子内找小美 却发现他也不见了 恰好此时小帅三人回来 得知这个情况后又开始分头去找 很快阿浩又遇见了之前的那个大姐 说自己的妖妞了 让阿浩帮忙把她送回家去 单纯的她便搀扶着大姐 把她送了回去 之后又毫无防备地 喝下了对方倒的茶水 很快就昏迷了过去 并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等她醒来后丝毫不记得这些事 只从大姐口中得知 这个村的后山有古怪 随后她就迷迷糊糊地离开了 等她赶到村口时 其他人都正在着急地寻找她 看到她回来都松了口气 她这才得知他们不仅没找到小美 连小雪都不见了 阿浩表示村里的后山有蹊跷 于是几人便准备到那里去看看 赫然发现一个散发次敌味道的工厂 就在几人向那里走时 落在最后的小颖也被掳走 当三人发现后小帅去找人 而阿浩跟阿炎则去工厂查看 他们翻墙进入厂里后 发现这是一个猎性毒物化工厂 于是两人赶紧留好证据 就在这时有男人进来 两人想方设法溜出去后 却又迎面撞见那个男人 两人合伙将男人打晕 又准备翻墙逃出去 阿炎刚翻过去就被人掳走 而阿浩则被追上来的男人一棒子打晕 去找人的小帅又遇见了那个小男孩 在追他的过程中 看到一个黑衣人扛着阿浩 他便一路跟着对方来到一处院子 从窗户往里看才发现 消失的几个人都被绑在屋里 于是他便趁着男人背对着自己发疯时 悄悄前进去一棒子将其打晕 之后赶紧将他们的绳子解开 等他们都破旧后走出门 又遇见了那个小男孩 在他的带领下众人顺利离开村子 他们这才得知 原来黑衣人是化工厂的负责人 为了防止秘密外泄 他排斥所有的外来人员 但小帅他们离开后 还是把这个化工厂举报 毕竟他将附近的环境都污染了 外出旅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陌生人给的食物和水一定不要吃